警方大阵仗封锁所有前往国会大厦的道路 任何人不得前往国会 就连需要出席听证会的公帐会主席黄家河 也被挡在门外 甚至被警员威胁 如果不离开就会遭到逮捕 几经交涉之后才成功进入国会的黄家河 狠批警方荒谬无礼 阻止议员履行责任的行为已经违法 在野党议员浩浩荡荡聚集在国会大厦附近 反对政府展延今天的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 警方一大早就封锁了所有前往国会的道路 甚至还出动政报部队重兵把守 禁止任何人靠近 结果不止议员被挡在门外 就连公帐会主席黄家河也不得齐门而入 黄家河在脸书直播透露 公帐会议早就已经安排 要在今天早上十点半 召开疫苗采购和接种计划的第三场听证会 并传召卫生部长拿都斯里阿汉巴巴 以及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出席 不料当他从霹雳以堡赶回首都 途经大使路时就被警方拦下 要求他绕道 从武吉阿曼一带前往国会大厦 没想到到了国会大厦附近的交通圈 再次被警方拦截 尽管他出示文件 多次表明是以公帐会主席的身份 而非西蒙以保东区国会议员的身份 前往国会 警方始终不放行 甚至还警告要逮捕他 皇家和要求和警员的上司对话 并要求随后前来交涉的警官不要故意为难 警官打了几通电话之后终于放行 皇家和强调 按照刑事法典 任何人都不可以阻止国会议员履行职责 因此警方阻拦他的行为 显然已经违法 皇家和在早上将近10点抵达公帐会办公室 并在10点半主持会议 了解疫苗采购和接种计划详情 他表示 卫生部一直强调 必须和新冠肺炎共存 但是如果政府一直以疫情作为借口 禁止召开国会 就连不超过30人 严格保持肢体距离的公帐会会议 也不准召开 那么我国究竟要如何和病毒共存 而公帐会也无法继续运作